他是为与众不同的医生 给自己举办了一场葬礼 我儿子说你搞生死教育 安宁疗后你就是办一场葬礼 那你如果是肿瘤科医生 是不是要得一场肿瘤体验一把 他带来人生中回避不开的话题 课堂上学不到的生命课程 如果爱缺乏了表达 有可能原本是生死两相安 趁变成了生死两相汉 敬请关注职场健康课 特别节目与爱同行 有一份职业需要经常加班 三餐不定 有一群人需要常常面对生死悲欢 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 为什么坚持 为什么落泪 他们经历了哪些难忘的瞬间 职场健康课特别节目 一人一事 让我带着你走进他们的世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鲁南治药 起达力精防颗粒 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中医股方治腺病防治感冒 就用起达力精防颗粒 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的生命哲学中 有三不朽的说法 认为力德 力功 力言 虽酒不费 这体现出呢 在古代的时候 人们就已经开始了 对永恒这个话题的思索和追求 的确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长度 是有限的 到最终我们都要去面对死亡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 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 去直面生死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医生 作为一名医生 陆桂军的日常工作 是处理肿瘤后期的疼痛 每天在这里 他都要遇到经受病痛煎熬 行走在生命边缘的患者 其实人到最后 前面还有点希望 后面越来越没希望 在帮助他们缓解身体上疼痛的同时 陆桂军发现 患者内心的痛苦更需要疗愈 我们在工作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发现哪个手术 可以切割痛苦 哪个药可以降解痛苦 但是痛苦恰恰是可以被疗愈的 昨天我们看到你 在看那个窗外 阳光都照进来了 三十年来 陆桂军在职业生涯中 见证了许多生离死别 他看到生命尽头 因为人们避讳谈生死 很多话题被封闭 没有交流 也由此产生很多纠结 遗憾 具爱生的点到底在哪 我们并不知道 一旦知道这些点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点 这个结给它解开 医学是有温度的 爱是需要沟通的 如何与生命作别 是需要学习的 他努力开拓安宁疗户体系 并开始了生命教育研究 当他明确地感觉到 生命即将告别 或者是有终点的 他会更加珍惜 当下的每一分钟时间 所以说死亡 不管是悲观的 消极的 也有更多的积极风而易 看我们怎么对待 近十年来 几乎每个周末 他都奔忙于不同的城市 参加研讨生死的学术活动 陆桂军 力图打破死亡的话语禁忌 他说直面死 是为了学会更好的生 好 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疼痛科主任 安宁疗户团队的负责人 陆桂军医生 欢迎陆医生 你好 您好 陆医生 欢迎 您好 请坐 大家好 说句实话 当我听到安宁疗户 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觉得很陌生 可能对于电视机前的 很多观众朋友来说 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所以首先想请陆医生 给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安宁疗户 当患者和家属 知道自己的病情 不再有很好的疗法 可以延长生命的时候 可以接受我们的安宁疗户 就是说 我这个病已经治不了了 没有任何手段 能对我的病再有任何的 延长生命了 治疗意义了 只是在我生命最后这段时间里 我可能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不要被病痛折磨得那么的痛苦 然后才会进入到安宁疗户的病房 能这么理解吗 是的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您的这个病房 就决定了实际上 您和您的团队 是最直接面对死亡的 这样一个群体 然后陆医生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突发奇效 陆医生干了一件可以说让大家都惊到下巴的事 陆医生给自己举行了一个葬礼 我就想问一下陆医生 您当时为什么要给自己举行葬礼呢 怎么想的呢 您当时 其实这个事并不是突发奇想 是酝酿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我做生命教育安宁疗户 以往叫临终关怀 也将近20年了 经常有患者和家属问我 他说陆大夫 你凭什么做生死教育 你根本就没有死过 你完全没有死亡经验 你说那些事都是割暗关火割血搔痒 你根本不知道内心痛苦 我当时仔细想这件事 所以我发现 虽然死亡在中国是一个相对禁忌的话题 但是我们期刊杂志 新闻媒体 谈笑间 生死总在我们口头边 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 我们谈的都是第三人生死 张三李四 老领导老同事 蒙我老熟人去世了 你我之间很少谈生死 那即便你我之间谈生死 我也要整个你死我活 反复这个世界上 唯独我不会死一样 我就希望我们做生命教育的人 把死亡教育从他死 拉到你死 拉到我死 只有我想到我要死的时候 会面临什么问题 才能真正体会到患者所面临问题 所以您基于这样的思想 想去感受一下 是的 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举动 还真的是挺大胆的 非常的大胆 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 传统文化当中 给活人办葬礼这件事 是很不吉利的 当您给自己的家人说 你们我要办场葬礼 你们都来吧 以及自己的亲朋友说 你们参加我的葬礼吧 这些人都是什么反应 我老母亲说 她说这件事 你怎么能大张旗鼓办呢 因为死亡 唯恐离自己太近 唯恐避之不及 你硬拉到自己身上 这样好吗 然后我儿子说 她说你搞生死教育 安宁疗户 你就是办一场葬礼 那你如果是肿轴科医生 是不是要得一场肿轴体验一把 一个学界 一个好朋友 她说老陆我不想去 她说死亡 怎么可以模拟呢 你模拟死亡 就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 但是我晚上 我仔细想了想 我办这个活动 正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 我们谈生死的话题很多 但是很少能找到 一个靶点谈生死 我愿意做这个靶点 我的爱人告诉我 他说虽然有点抢眼球 但是我们可以去 其实虽然有点不太理解 但是后来慢慢都是支持了 和接受了 所以他们也都去了 这次葬礼 它总共40多人 基本上是国内的生死哲学 医学人类学 医学伦理 医学人文和我的亲属 就这边几类人 40个人左右参加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几张照片 来回顾一下 陆医生当时 给自己举行的那场葬礼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葬礼是在哪举行的呢 是我们北京一个 社会城市管理学院 有一个殡葬系 在殡葬系的演示厅做的 明白 我想普通的殡仪馆 肯定也不会去 接受您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 太特殊了 是吧 这是当时您在哪 是旁边 我就在棺材里边躺着 您自己躺在棺材里面 您还记得您当时躺在里面 就是有过怎样的一个经历吗 印象非常深刻 首先第一个就是 人去世之后 近身的过程 当时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入恋师 在给我做近身 当我躺在那个近身床上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是 这个床太个人了 那洗浴的时候 为了水尽快地漏下去 大钢丝太个人了 我们说 对生命的最高敬畏形式 是誓死如生 虽然他去世了 像他活着一样对待他 那我想既然我看到了 我想很多人 亲人逝去的时候 把自己的亲人 放在这个床上 他就觉得很个腾 因为他内心一时难以接受 他告别 他已经转世这个事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就是躺在床上 当入恋师 给我松动关节 修剪指甲 在做面部处理的时候 我觉得很舒服 当时也特遗憾 我50岁 我从来没有去过洗浴中心 做过人体SPA 我想如果人一生 能有机会感受一次 这样的服务的话 而是逝去 我太遗憾了 没活够 不能死 说什么都不能死 那我想知道 当时您躺在棺材里的时候 后来在葬礼上 有念道词吗 对 是的 是谁来完成这部分 我儿子 我儿子上来之后 他说 其实这个活动 根本不想来 压力很大 尤其是走进这个告别厅 几乎喘不动气来 当我看到我父亲的小斧 在有节奏起伏的时候 心中稍得安逝 我父亲是个爱折腾的人 我奶奶经常这样说他 他如果办这场活动 是为了让我 对他将来有一天告别 有所准备的话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他 我永远永远 永远不会准备好 如果是必须给我父亲 打个分的话 十分满分 我给他打他九分 剩下一分就是 永远永远 永远陪着我 那一刻我简直是崩溃到不行 特别想问一下 陆医生 现在回过头来 就是你通过这样一个仪式 你觉得带给你最重要的感悟 是什么 我总以为我做了那么多年 生死教育 我可以坦然面对 但是面临生死的时候 依然有很多不舍 所以说经过这个事以后 原本想让生死学界 依我为靶点 可以敞开地在 从他死到你死我死 但是最后我发现 真正提高的是我自己 我发现 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敬畏生命 永远有太多的 未知领域 需要我们复之心血去做 还有很多自己 没做的 需要做的 是的 那在这样一场 葬礼上 还有亲戚朋友 家人都参加 他们后来有没有跟您分享 说通过参加仗营仪式 他们收获了什么 我看到的收获是 我们家四口之家 亲情更浓了 相互依存关系更浓了 每每看到你是更多的不舍 同样也让我从工作中 抽出来更多的一些精力 回顾我的家庭 生命尽头 这种血亲关系 是至纯至真的爱 就是我们抓紧现在的时间 假如死亡一定会来 我们用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生命 把那减掉的一分 也就是那个永远 永远 永远 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的 点点滴滴 是的 好的 那刚才呢 陆医生跟我们讲述了 那段特殊的经历的背景 以及经历过后 他自己内心的感悟 那今天陆医生 将会带给我们的是 怎样的一个演讲呢 我们掌声有请陆医生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陆桂军 一个疼痛和医生 目前做安宁疗户 其实做安宁疗户 大家都认为 我们是个非常有温度的医生 照顾了很多患者 然后很多家庭 最后是安宁的 其实我想说 最大的收获 其实是我自己 我们在安宁疗户中 学会了什么是幸福 学会了如何在感性 理性之间寻找 进行整合以后 寻找到生命的意义 最后学会了如何和 我们的患者沟通交流 让整个世界更和谐 我想从三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 说出我这个 为什么有这三个总结 大概七八年以前 我有一个患者 他姓张 暂且和他老张 五十七岁 家里我们医院很近 经常肿瘤末期 疼痛找我看病 有一天天气不太好 阴雨飞飞 看完病之后 后边没什么后诊病人 老张和我多说了几句话 他说陆大夫特别感谢 感谢你这段时间 给我调理这个止痛药 让我身体没有痛苦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 我说除此以外 还有别的需要我帮你的吗 他说没有了 随着说没有了 叹了一口气 我说老张 如果有什么话 不妨说一说 现在病人也不多 他说唯一的遗憾就是 家里边一个老母亲 八十四岁 也在吉林长春 得病四年来 一直特别想她 但是不敢见她 怕面临那种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场景 怕我妈妈伤心一绝 内心一直很纠结 我问她 我说老张 现在情况可以吗 因为当病人有 不舒服症状的时候 是不适合谈话的 老张说现在可以 我说那现在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你是一个 八十四岁的父亲 你有个五十七岁的儿子 远在千里之外 罹患疾病四年 杳无音信 等有一天 你知道的时候 孩子已经告别的世界 一年了 你的所有的其他子女 在隐瞒你病情 你会不会 哀伤会少一些 他说不会的 怎么可能呢 我说那你会怎么办 一个人的时候 默默掉眼泪 我说老张 你现在就这样 在折磨你的妈妈 他说陆大夫 但是我特别特别害怕 面临这种场景 我不敢跟我妈妈 谈生离死别的事 我说你妈妈 今年八十四岁 她的爷爷奶奶都走了吧 她的父母也都走了吧 她的姑姑姨姨叔叔 很多长辈都走了吧 甚至很多同事 也告别这个世界了 她所面临的生死事件 远远高于你 成辈地高于你 或许几年不见 就已经猜到你 身体有不测 只是怕你面临这种情况 有自责 所以不来看你 没有提出各种要求 或许该给妈妈谈一谈 老张就这样缓缓地走了 又过了十五天 他让他的爱人和子女 反复找我 说希望能见见我 当时我特别诧异 上一次看我门诊的时候 说特别想见自己妈妈 怎么现在突然想见我了 选了一个周末 我带了我的学生去家访 一进门 老张身体雷瘦 因为疾病症 我穿着个白色T恤 躺在客厅沙发上 见到我以后 双手 感谢我 他陆在夫 第一感谢你为我止疼 提高我生活质量 第二 感谢你上一次 给我那些谈话 我妈妈来了 正像你说的一样 自从我妈妈进门那一刻 仿佛对所有的有的事 都了然一熏一样 连诧异的掩饰都没有 年龄大了 每天吃完饭以后 坐在我床边 给我盖盖被子 捏捏我的脚 像一只老猫一样 但是陆在夫 我特别幸福 我说你愿意告诉我 幸福的内容是什么 老张跟我说 陆大夫你想啊 这个世界上 十三亿人 十四亿人 有几个人 能生在妈妈的怀抱 死在妈妈的怀抱 我能 当时我很有感触 在离开老张家那一刻 下楼梯的时候 我百度了一下 幸福的定义 百度来定义这样说的 幸福就是 当一个人 同时拥有爱和被爱的前提下 发自内心产生一种情绪 这个情绪的主要内容 就是富足 拥有和感恩 所以我总结出一句话 健康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我们看到很多健康的人 痛不欲生 我们也看到很多 痛不欲生的人 生命尽头的人 依然是心怀幸福 所以说 我们要发现幸福 要让生命尽头的患者 依然有幸福的能力 其拥抱幸福 其次呢 对于生命教育来说 我们作为一个临床医生 我们要和患者多交流 要引导患者交流 爱是需要表达的 如果爱缺乏了表达 有可能原本是生死两相安 却变成了生死两相汉 有这么一对父子 山东人 儿子在北京打拼很多年 买了房子 孩子赛上幼儿园 把父亲从老家接过来 接送孩子 父亲接过来之后 大概四个月 突然出现了腹部疼痛 在我们医院检查 发现是肝癌 而且已经是晚期 他儿子把父亲送到我们医院 说可能肿瘤治疗 没什么太大的希望了 在你们病房直直疼 希望能住一段时间 一再嘱托我 陆大夫千万千万 不要告诉我父亲 他得了什么病 他这个人一辈子 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 如果他知道 自己得的是肿症的话 肯定会立刻决然地回家 不会给我添麻烦 他知道我在北京工作很辛苦 果不其然 他父亲住进病房问我 陆大夫得了什么病啊 我说就是 可能是严症吧 现在不确定 正在做检查 他陆大夫求您一件事 如果我得的是恶性肿咒 你一定要让我回家 因为我儿子在北京混入 那些不容易 刚买了房子 还有二百万的贷款 我的小孙子六岁 送上幼儿园 我是来接送孩子 是我帮我儿子的 我不能拖累他们 我说不着急 现在没查清楚 查清楚我再告诉你 但是很遗憾的是 老人家的病情进展很快 几天之后已经不能进食了 这个时候他儿子告诉我 他陆大夫 我求您一件事 你能不能找一个说辞 让我父亲回家 我想多陪陪他 因为这一辈子 自从参加工作以来 很少有机会 能陪我的父亲 我想陪陪他 我走进病房 当查房的时候 老人家问我 他说陆大夫 这个病你不告诉我 我也知道了 肯定不是什么好毛病 我求您一件事 千万千万不要让我回家 让我最后在你们医院走吧 山东老家肯定回不去了 我说为什么这样说 他说我孩子买那个房子 还有二百万的贷款没还完 孙子还太小 我死在家里边 脏了那块地方 在吓坏我的孙子 求求你 陆大夫 遗憾的是 第三天老人家就突然因为 身体状况的恶变 就告别这个世界 情况恶变的时候 我们的护士 他打电话通知他的儿子 当儿子赶来的时候 父亲已经去世 有四个小时了 他儿子说陆大夫 我能不能陪陪我父亲 单独陪一陪 我说可以 病房是三人间 拉了个屏风 放在中间 他双手握着父亲的手 头垂得很低 大概待了有一个小时 之后出来问我 陆大夫 我父亲最后 有没有什么话留下 我说有 当你让我不要告诉 你父亲病情的时候 你父亲坚决想知道 怕给你添麻烦 当你希望我 劝你父亲回家的时候 你父亲说 千万别让我回家 他怕脏了你那块地方 怕吓坏了孙子 这时候他儿子 头低得很深 咆哮地说 老爹 你还让不让我活 所以说爱是需要表达的 不是没有爱 不是没有情感 而是因为没有表达 以至于生死两相悍 我们有一个患者 老人家是男性 87岁 罹患疾病 他们家庭条件非常好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儿子很年轻 就已经是博导了 这个患者的妹妹 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而且是我们同仁 学界非常有影响力 频繁地来看自己的哥哥 白发苍苍 步履盘山 有一天我问这个前辈 我说还有什么需要 我帮你的没有 他说没有 陆大夫 特别感谢 现在有这个安宁疗户病房 真的是可以让人 非常安详告别这个世界 我说我发现你频繁地 看你哥哥 你一定很爱他 他说我们那个年代 不说这样的字 我说你愿不愿意说出来 他说说出来 可能也不是年轻人 表达那个味 我说愿不愿意说出来 他说我不敢说 即便想说 我怕我哥哥受不了 我说那愿不愿意写出来 老人家评论片刻说 这个主意太好了 然后我们的护士 找一个A4纸 他写上 哥哥我爱你 感谢你对我一生的照顾 妹妹小玲 然后老人家 盘山地走到病房 把A4纸举在哥哥面前 哥哥凝视这张A4纸 六七分钟 泪流满面 后来我们把老人家 送出病房 这个哥哥呢 第二天中午告别这个世界 事后和老人家沟通 他说陆大夫特别感谢 我一直感觉 我哥哥去世 对我一个很大的打击 无法接受 我不知道我这个年迈的生活 将来要怎么走出来 但是仿佛随着那一句话 写出来给我哥哥看 所有的情感都已经表达了 谢谢你 这就是我们学会要在 理性和感性之间整合 达到平衡点以后 要人生升华 让爱可以超越生死 生命就是这样 在来日方长和不期而矣之间 谁也不知道 哪个来的会更早一些 我们要学会表达 只有这样才能在生命尽头 让每一个生命波域安宁 我们经常说 肿瘤治疗是有尽头的 当手术放化疗不再奏效的时候 我们依然不会放弃治疗 即便走到生命尽头 止疼 帮助睡眠 减轻疲发感 缓解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 一直是我们追求的话题 我们有个口号是 即便走到生命尽头 生为患者疗伤 是为患者代言 这就是我们安宁疗户从业者 谢谢大家 谢谢卢医生 谢谢卢医生的演讲 来 有请 请回到访谈区 哎呀 这个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刚才您讲了那么多的故事 很多都打动到我 然后其中一个 最让我印象深刻 以及感动的 就是那个 好 坐下 我不有了 回家 没有 这 无期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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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得知我妈妈得了五十天癌以后 我纠结了很长时间 我决定瞒着我妈妈 不告诉她兵器 但是我们娘俩真的很难受 我天天不敢直视她 我知道我应该陪伴她 但是我就不敢直视她 不敢在她身边待着 我妈妈就想您说的 是一个北大的 具有高级之城的高级之人分子 后来我才明白 她一定知道 因为她的病情发展很快 她老是要欲言又止 要跟我说什么 又不跟我说 老是那样 在她去世的头一天晚上 她跟我老公说 因为我们开始只是说擦局部 每天是那样 她说今天你帮我擦着干净吧 我就擦了干净 完了我妈妈头一次 说她跟我家先生说 说谢谢你 说看好乱乱 我都没明白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妈妈已经深度昏迷了 等医生宣告她走的时候 我真的就像那个儿子一样 我就不停地唤我妈妈说 你就让我这样后悔 不给我机会 让我这样一辈子过火吗 真的很难受 我就想问问您 像这样得到癌症的 知道大线将至的人 您说我们是告诉她呢 还是不告诉她呢 因为我也特别后悔的 如果要是我妈妈知道 她是这样的结果 知道她是这样的病 这样的日期 她可能还有很多心愿 她可以实现 可能还有要嘱咐我的话 但是我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不想让别人也 试到这个机会 感谢胖姐的问题 其实我们讲不讲 第一个问题是 患者问不问 如果问一定不要回避 我们建议目前是 既不要告诉患者 就是没有办法治疗疾病 时间不长了 也不要告诉她有炎症 没什么问题 我们倾向于早期 给患者一个接收过程 告诉她这个病 稍有一点复杂 在良恶之间 只要我们积极努力 那即便恶性病 也会争取很长时间 那如果良性病 你稍有懈怠 它也会造成很不好的结果 开一个口子 病人天天躺在床上 他就在考虑自己病情 只要治理没问题 一般后期都是知道的 当患者问及 我的病是不是 没有多长时间的时候 千万不要堵她的嘴 千万不要说 你不要瞎想 不要多想 这么好的医疗条件 这么好的大专家 明天专家 后天教授 再后天一个新药 不要这样说 然后一定要等 患者把话说完 等他表达完之后 你再接话 如果患者真的要说 我的时间不多了 在说这种话的时候 我们应该问 那您认为 我该做点什么 让病人把话表达完 因为我们见到 太多的患者 在生命尽头 表达要离开的时候 中国人比较含蓄 忌讳谈生死 尤其是怕自己亲人 面临的问题以后 无法控制 这种沮丧的情绪 都会借题发挥 比如说你看 三十六传 跟我病一样 她走了 昨天晚上做个梦 我走了 其实在谈自己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妨 允许她接着说下来 我们就知道 她在表达什么意思了 其实胖姐 你也不用遗憾 你现在一定知道 你妈妈当时 没有跟你说的话 是想说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是62年的独生子女 可能是对我的 不放心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去年我看到一个病人 也是乳腺癌 她的姑娘是白领 在北京工作 三十二岁 知道我在做安宁疗户 编了一堆资料 找到我的时候 一进门说 你是陆大夫吧 我说是 紧接着泪流满面 她说陆大夫 你帮帮我 一般这种情况 是强烈有自责的 我说什么情况 我妈妈得病了 我一直在照顾我妈妈 我辞职以后 专职照顾我妈妈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都说得病以后 患者会瘦得很快 我这一个月瘦了二十斤 比我妈妈瘦得还多 但是我还是非常无力 不知道能帮她做什么 我说你是否感觉 你妈妈得病 你要负一定责任 她说坦白地讲 得病给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妈妈总说 她这病是我让她得的 我就很纠结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然后看完病例以后 我就告诉这个姑娘 我说下一次 能不能带妈妈一块来 她下次真实 把她妈妈带来的 带来之后 谈病情之后 我经常问患者 我说你一定想过 你为什么得这病 为什么是你 病人很理智告诉我 大夫得病哪有选择权 只能是接受和妥协 我说那你可能说过 你这病是孩子让你得的 她就笑 她说陆大夫 我们是单亲家庭 母女俩相依为命 姑娘今年32岁了 还没找对象 卖命的工作 不会照顾自己 我都这样了 我希望她尽快找个对象 我好走得安心 但是她一心照顾我 她啥也不想 我几次表达 都是你把我气死的 她说这个以后 姑娘站在背后 手捏着妈妈肩 泪流满面 她知道妈妈这样说是爱她 并不是责备她 是你把我气死的 是因为她尽快解决所有问题 她可以安心地告别世界 让姑娘有所托付 所以说呢 爱是需要沟通的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误解 让自己很长时间 心里不得安宁 好 也谢谢陆医生 给胖姐的这番治愈 我想问一下韩韩 有什么问题 想问陆医生 就是其实我们在孩子 成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懵懂的时候 都会问到爸爸妈妈 这样的问题说 妈妈你会死吗 你有一天会不会离开我 但是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并不知道 死亡是什么 我想很多父母 对此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所以我想请问陆医生您 就是如果由您来回答 这个问题的话 您会怎么回答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 因为我们做死亡教育发现 最适合做死亡教育的年龄 是六岁半 他独立人格稍有形成的时候 独立意识存在的时候 他在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 会去到这个问题 儿童的世界是充满美的世界 儿童 他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还没形成 所以说儿童即便走到生命尽头 依然需要在童话世界中 完成对人生的思考 比如说我的孩子很小 问我爸爸你会死吗 当然啊 所有人都会死 死是什么呀 死就是现在爸爸送你上学 放学 给你买好吃的 给你买玩具 晚上给你讲故事 那爸爸死了之后就变成天使 看着你上学 接你放学 晚上在梦里陪你讲故事 这就是死亡 我们不要回避 因为孩子在六岁半之前 大概他认为死就是个惩罚 扇了个耳光 踹两脚 比如说孩子不听话 你是不是想死 打死你 踹死你 这样这样说啊 但是六岁半之后 逐渐逐渐发现死亡 是永远离开了 包括对小动物的去世 植物的去世 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个话题 其实在死亡事件上 直起亲属是不应该缺席的 我们见过不止一个事件 包括今年高考的时候 也有一个妈妈 孩子要高考 住进我们病房 陆大夫千万千万 不要让我高考期间走 因为我孩子在高考 事后呢 我们和家属也谈过 问这个孩子 妈妈重要还是高考重要 孩子说当然妈妈重要了 高考明年可以再考 妈妈只有这一个 所以说呢 就是无论什么 也无法替代亲情的诀别 一定要亲人在场 要有一个说法 陆大夫干的事情 是告诉我们 怎么战胜脆弱 怎么学会勇敢 怎么克服恐惧 而在我们中国的教育上 从我小时候 带着爱降生 沐浴着阳光 所有人的关怀 都没有这堂死亡课 我们都回避它 我们都知道 从摇篮到墓地 是我们必然久经历的 但没有人告诉我们死亡 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 说到我的心坎上了 我是一名年轻的医生 然后学了十几年的医 我的每一位老师 都在教我 如何去治病救人 如何去救死扶伤 但是真的很少 有老师告诉我 如何去面对死亡 如何在生命的最后 让病人走得更加的体面 所以我今天 非常感谢陆医生 能给我带来这样一堂课 这真的是我上过的 最好的一堂医学人文课 而且我希望 我所有的同行 都来接受这样的死亡教育 我也呼吁咱们的社会 尽快在中小学 请陆老师这样的人 多做点讲座 把我们缺失的这堂课 生命教育 最重要的一堂课 给补上 这样的话我觉得 可能我们就 会更加从容地 在世间迎接我们 所有命运的考验 那刚才呢 大家都分享了 在看过您的演讲之后 各种各样 五味杂陈的感受 每个人的角度 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关注一下 您的这个工作的 具体的内容 从刚才您的演讲当中 我已经感受到 您会跟病人聊天 甚至是去患者的家里面 然后问他有什么需求 包括可能为了让病人 过得舒服一点 会给他用药 止痛药等等 这些都是日常 我想问一下 除此之外 还会包括什么 我们说安静疗护 其实包括三方面那种 第一个 逝者安详 生者安静 环境平安顺遂 都是我们的照顾内容 所以说我们的团队 人员很复杂 我们有专职的 安静疗护医生 有专职的个案管理师 就是专职的 安静疗护护士 还有专职的临床药师 因为一个生命走到尽头 他会用到很多很多药 这个时候 我们的药师会整合一下 把所有治愈性的药 我暂时缓一缓 把很多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药 后期也就不再 那么迫切地使用了 我们都换归静脉使用 流出消化道 让它品尝一下 人间的美味 您觉得 您的工作当中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您最希望 带给患者的是什么 我们也分析研究 临终患者内心的想法 他排在前几位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可以走 但是我不希望痛苦地走 第二个 我可以走 但是我希望有尊严地走 第三个 我可以走 我不希望孤独地走 基于这个研究结果 我们也会告诉家属 多陪陪患者 我们甚至会鼓励 这些直洗亲厨 和病人躺在一个床上 紧紧地抱住他 我有一个群 群的名字叫抱紧我 因为发现 所有的逝者 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希望被自己至亲 紧紧抱在怀里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想问一下 陆教授 虽然您做了那么多 但是每天都要 送走那么多人 或者是 看见那么多人死去 我觉得您的心情 是不是也是不好 谢谢您的问题 感谢您的关心 不会的 我的患者去世 不会对我产生 一些消极的影响 并不是我没有感情 是因为我看待生命 我们从来不认为 它逝去 就是熔断式的离开 我们的团队 当患者告别世界的时候 我们下个人 我们下个人 请问一下 我感谢您 谢谢 现在完全没有压力 有满满的幸福感 因为我的患者 经过我们的照顾安详转身之后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 甚至患者会向我们 以各种方式致谢 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夫 一生收几面紧期不足为奇 但是如果你收几面紧期 是试着去世之后 亲属再送来的话 我确实觉得应该给自己点赞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出门诊 专门针对癌症晚期的患者开的 有一个患者和我年龄相仿 他最后一次找我看病的时候 步履蹒跚走进来 我说这次情况已经调整完了 我说如果下一次您不能亲自来 你可以让家属带你来看病 然后把你想说的话 录成语音视频告诉我 我也会录给你 他非常敏感 他说陆大夫 你是不是感觉我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了 我说这个可能是有的 紧急着向我注意 他感谢你给我说实话 因为我也感觉我到时候了 但是所有人都告诉我没有问题 谢谢你 陆大夫 后来他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突然又回过头来说 陆大夫 你相信另一个世界吗 我说你信不信 他说我信 我说那我也愿意信 他说我们一言为定 因为你对我帮助太多了 此生无欲回报 如果你百年之后的话 黄泉路边 三生是叛 百艳席接你 不见不散 我想我总有一天要走的 至于另一个世界有没有 暂且不论 如果有的话 有那么多人接我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所以说我觉得我得到了很多 那会不会也有这种心理 就是其实这项工作 并不是所有的医生 都愿意去做的 是的 然后您挺身而出了 去做了 也会觉得有一种 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会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觉得了不起 我们做着工作以后 因为我们解读了 很多生命尽头的一些故事 其实也促进了 我们对人生的理解 懂得了什么是爱 我总是在告诫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存在 其实对于逝者来说 是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遗物 作为遗物 我们要有话说 我记得在五年以前 有一次我和我爱人逛王府井 突然看到我一个 逝去的患者的 他的儿子 在三十米开外 我一看就是他 因为长时间沟通交流 很熟悉 他看到我一侧脸走了 那也没关系 毕竟这么长时间了 然后再一转身 就站在我面前 四十多岁一个中年男士 泪流满面 几乎是在抽气 说陆大夫我真的不想见你 一见到你就想起我世纪的妈妈 因为那是我们家 最难过的一段日子 你是场景之一 当时我爱人觉得也很尴尬 怎么大街上 遇到个人对你泪流满面 当时我也在反思 我或许应该做什么 那事后我知道了 作为遗物我们要有话说 现在做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经常见到一些逝者的家属 在见到的时候我经常问他 你的工作怎么样 我记得你妈妈一直惦记你的工作 早餐能按时吃吗 上班还是那么远吗 有没有换地方 患者家属听到我这么说以后 也会泪流满面 他说我就知道我妈妈还在爱我 我妈妈就是这样在问我的 虽然他妈妈去世了 但是我们作为遗物 有话说那种温度还在传递 这种情感一直都在 我记得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棒 这是生者和死者共有的世界 爱是唯一的桥梁 好的 谢谢 作为医生这是一个群体 其实我会想到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位西方的医生 他叫爱德华特鲁多 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就刻过一句 应该说三句吧 墓志明 这三句话是这么说的 叫做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三句话看似简单 其实我觉得他恰恰赋予了医学和医生非常沉重的分量 他可能试图向我们解释说 医学是一种饱含着人文精神的科学 而医生他不仅仅是一个职业 更是一种使命 是一种人性光芒的传递 那也让我们记住这三句话 其实不光是医生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三点 人于心 精于术 今天虽然医学不能治愈一切疾病 但是手术的发展攻克了更多疾病 基于无数人继续拥抱世界的机会 在辞旧迎新之际 我们有三位优秀的外科医生 带着他们的手术器械来接受现场挑战 柳叶刀 超声刀和丢激光 三种手术方式各有所长 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欢迎继续收看 职场健康科栏目由鲁南枝药 启达力精防科力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南枝药队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进入挑战环节 欢迎大家 我们欢迎雨菲姐一起 跟我们来挑战好不好 来 欢迎她 那我先介绍一下 今天来挑战的三位年轻医生 首先是您左手边的乳腺外科医生 杨雪 欢迎她 欢迎杨医生 来 介绍杨医生旁边的这位 胸外科医生黄淼 欢迎她 接下来这位泌尿外科富猛医生 欢迎她 挑战规则 请三位医生 分别用眼波室里已有的手术器械 在饺子皮上 刻出各自面前指定的字 限时五分钟 他们三位医生各自一组 因为人家都是专业的 对吧 有专业技能 咱俩技术不够人头来凑 好吗 咱俩一组 拿啥抠呢 拿啥抠 我们已经准备了三样工作的武器 任由你们俩选一个 是吗 好的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 你们都有什么呀 这是我们最传统的手术刀片 也可以俗称为柳叶刀 柳叶刀 是历史最长的一种手术的器械 话说从商代出土的文物中 大概在三千多年之前 就已经发现有类似的这种 手术刀的存在了 一直演变到今天 然后有各种的大小和型号 这个比较像柳叶 那接下来您就用这个刀来刻字 挑战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来吧 这个是 这个叫超声刀 超声刀 这像一把枪一样 两把 不是 它前面是分叉的 前面有一个可以剪支架 对吧 剪支架的东西 这个用在什么手术上 这个其实我们胸腔镜 抚腔镜的各种微创操作 都能用脑胎 它是开一个小口子 然后把它伸进去吗 对 开一个小眼 一厘米左右的小眼 就可以把这么长的器械 伸到我们的胸腔里面去 你拿我笔话 你用它加出多大的肿瘤 我们最大的 切除掉的一个肿瘤 差不多直径有15厘米 我们可以用它 把整个肿瘤流体的周边 全部剥离开 就用这个东西 就用这个小匣子 一点一点地咬开 超声刀 为什么叫超声刀呢 它是通过这样的原理 我们超声刀的这个刀柄上 有一个能量的转换平台 然后这是一个电池 可以上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上糖了 上糖了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弹夹 这个能量平台呢 可以把我们的电能 转换成机械能 传导到我们的刀头 然后我们的刀头上 会通过这种 机械的高频振动 高频振动产热 它会发热 对 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 多少度 能达到80到100度 当达到这个 我们的细胞内的 这个水分的沸点之后 这个组织就会断裂开 而且它在断裂的同时呢 它还有凝血的功能 就是你把 如果它是个血管 的话 啪 这么一夹 对 两边血管就凝固了 不出血 然后这个东西 就剥离出来了 对 您用这个来刻啥字来着 有 有字 有 来 有没有信心 没信心 为啥没信心 它虽然能达到高温 能够分离 能够凝固 但它做工相对来说 比较慢 我们可能在操作的时候 一次只能前进一毫米 我跟你说中萌 这个我肯定不选 我也不选 它刚说了嘛 每次才能前进什么 一毫米 一毫米 五分钟定时五分钟 是吧 我直接先pass了 来 还有什么神器 快过来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一款 这是个刀 哪个是刀 这就是刀 不是 那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刀连接的机器 所以它整体叫啥 激光刀 激光刀 对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这个激光的主要原理 就是产生 由这个激光发射器 产生的激光 由这个光能 转化成热能 或者转化成机械能 使组织达到这种热消融点 甚至能达到气化的这个程度 这个仅仅就是一个光线 来引导激光 到相应的组织 这个用在哪儿的手术 一些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泌尿系肿瘤的手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光线比较柔软 所以说在一些精细的操作中 或者一些比较狭小的这种腔系中 可以用这种武器 所以说用这种武器 你显然就是有点困难了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给男性做手术的话 它这个小东西就要从男性的 这个尿道口伸进去 是这样的 所以说 您不能用超声道 因为太粗了 因为这个肯定疼痛感太强 但这个的话它很软 它可以到处去走 所以您用这个来刻一个是什么字 今天给大家刻的就是个鱼 鱼字 有没有信心 必须有信心 必须有信心 把掌声送给她 好了 于飞姐 我带领大家认识这三种刀了 那于飞姐我们选一个 对 我的选择基本上也出来了 我坚定不移地选择这把刀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啥 那个刀呢 我刚刚已经说了 它太慢 是吧 然后每次前进一毫米 五分钟的现实 我觉得够呛 就是把这个链字给它抠出来 那个刀呢 很厉害 激光我本来有点动心了 嘶嘶嘶 一下完了 对对对 但不行 这激光你这个力度掌握不好 于飞姐挑的是这一把 刀是我选的 但是字你来抠 交给我 对 萌萌 加油啊 三 二 一 开始 随便撲了把刀就上了 这是我们刚才这几个刀片中 最精细的一个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刀刃呀 最短 所以我们经常用于女性乳线 因为乳线是一个比较细腻的结构 我们就用这种特别细小的刀片 这样呢能减少手术切口的损伤 做一个比较细腻的很小的切口 萌萌 你可千万注意安全啊 不要紧张 对 没事 现场都是外科代部 哎 带线了吗 那实在不行 超声刀就得上了 先给你直写 对 这个可以 没问题 有直写刀 不是 这太难了 你看我们握刀的时候 一般有好几种姿势 学一下 比如这就是纸笔式 萌萌用的就是这个姿势 但是我们现在切皮的时候 通常很少拿左手去扶着 因为特别危险 会划到自己的手 那你早说呀 纸笔的大个大夫直接上手就一刀下去了 非常的干脆利落 萌萌 你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但是其实已经不需要时间 我知道你已经失败了 不是 已经碎了 不是 哎呀 我觉得你压根就没有理解 抠的这个反应 姐姐我理解 我是抠啊 但是她刀不随我心呢 萌萌已经很棒了 结束 结束了 好 我们看一下时间啊 用时五分四十八秒 哎呀 你非常好看啊 对不对 还不错 还不错 是吗 你觉得拿在哪儿 就是特别不好掌握的这个分寸是吗 你像咱切菜的时候是这样切 用力啊 包括方向你自己是控制住的 对 但是她这个刀头前面这个锋利的地方太小了 我想往左 哎 她就向你往右 是吗 所以我就是刀不随我心嘛 而且这个手术台对萌萌来说有点太矮了 萌萌太高了 我们手术床是可以摇的 就可以身高降低 好 好 我们先把我们的黏放在这儿 接下来呢 杨选医生的这个难度系数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吧 也是要刻一个黏字 准备好了 准备功课已经就绪了 我们来看一下杨选医生 她的这个黏字刻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好 倒计时五分钟开始 好 各位观众 现在上场的是 杨选医生 只见她一刀一刀的 把痕子已经磕出来了 哎呦 我觉得她比你这个好像动作流畅多了 那肯定的 她手稳 对 手很稳 黄医生像你平常会用到这种痘刀和柳月刀吗 我们都会用到 主要是我们所有的外科手术的第一步 都是先切皮 先切皮 不管是微创手术要打一个小眼 还是说我们的大开放的手术 要切一个大的切口 第一步都是用这种柳月刀 所以无论什么手术 黄是用那个激光的 还是超声的 第一步都得用它 对 先切开一个小口 对 所以它是基础 对 它是基础 所以我们手术刀为什么经历这么几千年 还没有被摒弃 杨医生的用时呢 是三分四十五秒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如何 好 来 我们对比一下 这是我的黄 这是杨医生的黄 我切的这个边缘很不平整 我很多都是切好几刀才把它切起来 就像切西瓜一样 就是我特别会关注一下 这个整个的过程 就是发现你这个撕扯的这个过程会多一些 对 好的 来 两个年字已经出具规模了 接下来看看那两位医生 来 其实黄医生我替你捏把汗 捏把汗 我也替我自己捏把汗 没切过这种玩意儿 对吧 近时开始 它怎么抠呢 你看 天哪 更有过年的气氛 烟花一样的感觉 它每扣一下 我们距离非常近 还能够听到 滴滴哒哒这种 对 电子的声音 撕拉一下 然后还带着个小火花 就是我们可以仔细听一下 我们这边黄医生操作的时候 超声道产生的声音 我们一般在手术的时候 就会听到 滴滴滴滴哒 这个哒的时候 就说明我们的组织已经被切断了 切好了 而且同时呢 它的所有的血管 已经被避塞上了 就会特别少地出血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手术 可以称作是无血手术 这是超声道的一个优势 但是我们在这个 可能在这个环节中 因为面它不会出血 就很少能够看到 杨医生 您会用到这个超声道吗 有用到 其实超声道 现在还是很普及的 像我们乳腺外科 经常用到的 就是分离一些 特别难分离的血管 比如这是一根血管 然后呢 我们的肿瘤和血管 已经粘上了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超声道 一点一点地去挑开 然后分离 同时还不能让它出血 所以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操作 您现在就比如说 您这个刀伸进体内了 它前面是我探头吗 它怎么知道 我骑得准不准呢 没有探头 我们靠胸腔镜放大 就是我们除了 把这器械放进去 我们还有得有眼睛 原来做手术 都是弯着腰做手术 现在都是我们站着 仰着头做手术 看着屏幕做手术 它一般这种刀 这么说吧 都是在人体内操作的 对 正常情况下 胸腔 如果不是我们这节目 是见不到这个刀的 是吧 对对对 我得拿个大刀 这个柳叶刀 是这种锐性的刀 还是我们外科的基石 它这种能量器械 并不能完成所有的操作 尤其是在我们胸科 比较危险 碰到大手术的时候 紧急的时候需要开胸 这种比较慢的能量器械 它是来不及的 手术刀表现 对 都需要这种手术刀 直接地就把窗口延长打开 好 我们看一下时间 用时 三分五十四秒 你看那个盘上都有被烧嚼的痕迹 有了 来 给大家看一下 在经过有夜刀的修整 你看 有字 栩栩如生了 相当好 非常规矩 更好的诠释了我们一台手术 对 需要哪个器械 我们就用哪个器械 没错 医生其实在这个方面 他是需要一个全面掌控 对对对 比较全能 来 最后一个 到我的鱼了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脚踏 能看得到吗 它有点像牙医一样 一踩它那个就转 我们这个激光激发 需要这个踩这个脚踏 才能开始 它一踩就怎么了呢 电闪雷鸣 你小心点 进食 开始 天哪 这个冒烟比您那个还要冒 看起来 太有艺术感了 我跟你说 它这个样子 像做画一样 好大的味道 一直在冒火 我们副医生在用的时候 他们是在这个 有水的情况下来操作 所以会产生这么多的火花 为啥又有水呢 我们在切前列腺的时候 会把它水化 在枪系中 注满了水以后 再去操作这个激光刀 就是这个光啊 它这个能量 是可以穿透水的 水吸收这个热能的 这个效率非常高 结束了 对 哇 这么快 它这么快 天哪 我看一下 用时三分钟转 最快的 最快的一个 对吧 但是有个问题啊 我给大家必须得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激光啊 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临床中 比较先进的这个丢激光 这个丢激光啊 它这个热的损伤深度很浅 比刚才我们这个黄医生用的这个超充刀啊 用的这个热损伤深度啊还要浅 这个热损伤深度只有0.1毫米 大家看看这条鱼啊 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但是没有穿透 并没有扣出来 这也反向的说明了我们这个激光啊 热损伤深度非常浅 直血好 同时损伤也小 这是我们在临床中想看到的目的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展示了这个丢激光画鱼 好 现在呢把四组选手的作品 对 呈现在一起呢 其实就带来了特别喜庆极力的一句祝福 年年有余 对 特别是那条鱼啊 对 年年有余 特别像尖的黄花鱼 对 已经熟了 希望大家新年的日子也是年年有余 好 真好 谢谢 谢谢四位带来的 我们共同带来的一场 非常精彩的挑战和比赛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再见